舞者在大楼外墙翻腾跳跃 结合了高空绳索跟现代舞 展现出利于美的高超技巧 这是美国的高空舞团Bender Loop 将在新舞台艺术节 首度跟台湾观众见面 演出为高雄港督量身打造的作品 《波缩之港》 小提琴大师基顿克莱曼 也将率领他一首创立的 《波罗提凯弦乐团》 为台湾观众演出新四季 延宕已久的新舞台文字案争议 在新舞台停止营运两年后 中国信托承诺将在原址重建 同样规模的艺文空间下 获得圆满的结果 其实很多的事情都是需要时间 让它慢慢就化解 这个法条的事情也是一样 那现在有新的法条出来 包括两边 中国信托跟市政府的合作 其实在一个很温和的气氛之下 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届的新舞台艺术节 十月将在高雄登场 国内外六档艺文节目 将轮番上阵展现出不同的创意风格 新舞台文在圆满落幕后 我们有了另一个全新的开始 未来新舞台艺术节将成为我们 每年和英文界最美好的约定 绿光剧团改编作家段采华小说 上演新作鸭姐菜鸟警察老爬手 将台湾文学跟喜剧巧妙结合 呈现出警察鸭姐爬手的有趣过程 就是一个老爬手跟一个菜鸟警察 中间发生了劫狱 想要逃 发生了很多 其实文念生导演讲 一个车厢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所以在里面碰到了很多人很多事情 以明年或者明天见 在台北创造亮丽票房的杨景祥演剧团 将以不同的演员阵容 让高雄观众偷窥两段不伦之恋 探讨不同世代的爱情观 我们在首演的时候 是一个三面式的舞台 跟观众比较近 那那时候有一种偷窥的感觉 那现在呢 在大东艺术中心 他观众席跟那个是有点隔开的 所以他整个风格呢 会很像是在隔壁大楼 看Motel里面发生的事情 所以还是有很 那种拿着长镜头看 偷窥的感觉 总统前进将在两个礼拜之后 在国家居然演出罗密欧与朱严 根据我们KS总部所接候的线报 恐怖分子还有可能在首演当天 对总老天心吓毒手 那很简单啊 你叫那个傻逼 把出列让给我演就好了 台南人剧团推出K24 十周年纪念版 这出影集式的舞台剧 将连演六个小时 挑战观众的看戏极限 为了十周年 然后全新打造一个比 就是2.0的舞台 然后服装也是 然后灯光也是这样 所以几乎是 大家来看这出戏的时候 大概除了演员是原班能码之外 其他什么都不一样 刚结束在台北儿童艺术节的演出 无独游偶剧团也会带着 改编自安徒生童话的 大型偶剧歌舞秀雪王子 藉由大型动物戏偶跟纯白舞台布置 带着观众走上 爱与勇气的冒险之旅 新舞台艺术节带着表演节目 走出台北向南延伸 打造出不同的全新舞台 原来是无独幼的雪王子啊 好 好